現在寶寶人在像單軌電車上面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在江之島分連場這一台稍微放話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們的吉小步啊 他們有像Open獎呢? 我們現在來到香南江之島站 接下來要出發在江之島上閒晃吃海鮮 吃那邊當夜小吃喔 走囉 來吃吃看這個江之島布丁口味的冰淇淋 它那個黑糖的味道還不錯 就是鮑伯才一踏上江之島 看到第一家冰淇淋就已經洗手了 覺得等一下整個行程應該會吃超過5000卡路里的東西 今天是旅遊開放之後鮑伯第一次回到江島這邊 你看連場這邊 讓我們來看看旅遊開放之後呢 這邊的旅遊威力有多大會吸引多手觀光客 不過可想而知應該連場現在是灌滿人藏 然後江之島應該整個島上都是神房 島上人雖然蠻多 但不至於到就走路起來很不舒服 就人機的那種感覺我覺得還不錯啊 它起來跟一般的鮮貝有點不一樣 它其實那個吃到有點海鮮的味道 大家來過江之島應該就知道 就是每次要到江之島看景色的時候 就要爬非常非常長的樓梯 當然你也是可以搭那個啦 墊不墊那墊不墊就要錢嘛 所以如果你想升錢的話就只能走樓梯 走完之後呢大概 就可以吃點晚飯 超累 那我們剛剛用Cafe Luca就是一個美食網站推薦的 找到這家Long Cafe 它是一個法式吐司的專門店 我們原本也會有一些鹹食 會發現只有甜的 我吃吃看那個Avocado 就是加了Espresso 然後跟冰形的法式吐司 它吃完之後就整個咖啡味 整個吸到那個法式吐司裡面 那加點冰形的點綴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那麼好吃 也可以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到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吃了四种东西 所以说实话在话 现在真的超级无敌饱的 你们觉得真的是绝景 但是感觉后面 等下会喷水钱会喷到我有点危险啊 现在要照着远路再一路回到 刚刚讲这道登岛的地方 大概又要再走了 15-20分钟左右吧 但这次以下坡为主 所以就不会那么累 离开江之岛之后呢 我们试试看啊 从江之岛一路走到连昌 当然搭江之岛是可以啊 但是呢 今天的海景 天气那么好 如果用走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啦 可以看看海啊 看看海水的渔场啊之类的 我再往前走一点 大家可以到 就是大家最知道的 连昌高校 就是灌篮高手 那个很经典的场景 今天感觉会超多人在那边拍照 这家的招牌 超级无敌浓的 它应该是 就是花生酱做的饮料 我们沿着海边走走停停 喝个饮料看一下海 现在走到長谷附近 时间已经大概四点多了 那我们等下就稍微在连昌逛逛 之后呢 应该就会回东京啦 因为明天还要上班 其实鲍勃一直以来的 这五年来吧 跟伟恩拍摄的方式 应该都是走一整天完 超级无疑多的行程 然后每个行程都要cover到 从早晚到晚上 但有时候啊 就是改拍这种Vlog的方式 今天也不用挑那么多 比较轻轻松松的 而是 着重在于体验当地的生活 我觉得 对包補海收友也是 也是蛮开心的 好那连昌这个出口 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 新巴拉克 然后里面就有游泳池 包括我以前有去过 大家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吧 那我们离开连昌之前呢 再到这附近 比较有名的商店 叫小丁通 就很多观光客 会来的地方 稍微走一下 那也没有特别的目的 那就走走看看吧 在离开连昌之前 在附近找一下 这100公尺内 分数最高的点 就是什么 结果找到这一家 3.86的Gilato 就是义式冰箱 那它就在哪里了 就是超级的贵 我刚刚买这个啊 就是巧克力加上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 口味2200块日边 一般应该在市区买 应该都大概 六七百块日边差不多 所以这比外面卖的 还贵三倍 然后刚刚我问的店长啊 他就说 这边 因为它那个Pistachio 就是从西西里产的 不加任何就是添加物 所以是 纯自然的方式做出来的 开心果的冰淇淋 我们来吃吃看味道怎么样 哇 超级 来吃看是不是值了2200块日边 太浓了吧 哇 超级玲珑 人生吃过最好吃的 义式冰淇淋 就是这一茶 那我们今天姜之岛 跟一点点的莲昌 就在这边做结尾啊 以这个2500块日币的Gelato 做结尾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那有机会了 大家也可以走我们的行程 从姜之岛 一路走到莲昌这边 我是宝博 大家下次见 拜拜